警方上门直接出事搜索票 只见开门的男子一脸睡眼心松 还不知道自己麻烦打了 随后屋内被发现夺项夺品当场被抓 但其实这名男子身份大有来头 他就是台湖精酿啤酒的创办人之一 吴祖伦被警方带走时 换穿一身黑衣黑裤双手插在口袋 神情看起来并不紧张 事发地点就在台北大安区 警方15号清晨7点多 来到吴祖伦的豪宅内搜索 过程中吴祖伦相当平静全程配合 因为当时妻子和小孩都在家中 就怕惊动妻笑 吴祖伦还要求警方尽量别吵到家人 而刑警也在客厅红酒柜抽屉 查获吸食器和大麻烟有机大麻花 甚至还有迷幻蘑菇 二级毒品奚落西冰成分的巧克力 等毒品共约230克 我们是依据民众检举所来查获 而因此对于这个当事人的公诉 我们都保持怀疑的态度 我们会持续的调查 吴祖伦事后向警方公称 毒品是向朋友购买 2012年第一次吸食大麻 去年回台湾 小孩出生后就没有吸食 但他却把毒品放在加州 相当显眼的地方 警方到场查起就立刻发现 而他之所以被逮全英 有人检举 原来10月时 新北行大就接获毒品检举勤资 深入追查爽北一代 有不少网红富二代持有大麻 6号YouTuber就被雷拉被逮后 警方持续扩大侦办 只会再度清晨扶晓初级 逮捕吴祖伦 虽然训后他被吴宝请回 但检警不排除 他与网红们的毒品来源 都是透过同一个药头 目前将持续追查 要彻底厘清整起毒品案的交易网络 静新闻综合不动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